會否是左路的球員就是雲露梨 剛才的球很漂亮 這場波蘭柏彥馬暫時看到雖然是領先的球 但他們的特點仍然維持一個很穩陣的踢法 有幾個反擊當中看到他們的球員一失過 抽了全隊球 全隊球一齊回到自己的後場來追回 補回自己的位置 雖然他們知道自己有比較好的優勢 但仍然看得相對是很穩陣 謹慎為主 在鏡頭角度裡面認證到拍檔說的東西真是沒錯 因為跟著球球比較貼一點 我們看不完整個球場 有幾球馬賽的反擊我覺得可能有機會 這個Mama對來杜摩露頂先 杜林 再給他轉不轉,給他直線 再給橫,一點點遠球 因為球不夠力,負殺起不到腳 杜林再給富莎,有沒有越位 沒有越位,右腳串得漂亮,機會球 投球,頂到2比0 突破越位陷阱之下,領先到兩球 入球的球員就是雲露尼 左路入攝,Wingback就是這樣的動法 開心到教練 瑪莉珊尼在自己走圈 2比0的比數 當然雲露尼其實在上半場打到現在為止 碰球比較少 碰球比較少 拍二馬 尊著左路的進攻也比較少 不過這個球的富莎出得很漂亮 雲露尼頂得很好 因為他的助跑不是很足夠 但仍然頂了一個挺厲害的球 加上敵地 保莎圖要救回來,而不是容易 這個角度更加顯示到這個球是難救 這兩隊要找一個 不是國家隊的球員都挺難的 意大利籍的雲露尼並非國家隊的成員 但Jour會否入選就不知道 現在說他老人不是老 年輕人不是年輕 72年8月出生 36分鐘,2比0 拍二馬的第二球做得漂亮 這麼遠的頭鎚又是頂到 這球球的頸頸頸頂過來 不可惜是頂歪了 頂球是摩懷茲 馬賽在失球之前其實也有 間歇性的攻勢 但失球之後 似乎拍二馬的優勢更加明顯 慢鏡再踢一次這個入球 富莎出的球,外彎 很好頂了 雲露尼在之前的攻勢之中 已經進入了禁區 他有少少走回後面頂 挺難發力的 但仍然頂出一個很漂亮的角度的球 令到寶拉圖的門將救不到 忘記了雲露尼 6比0準決賽 但勝波爾多一場比賽 為意大利的傳媒 選為man of the magic 成場不拍二馬打得最好的球員 今天重複這個表現 又有快攻機會 射了 嘩 基斯普 射過是微底球 所以門將寶拉圖 剛剛手指尖托出 可能有兩球在手 柏爾瑪的球員 在這段時間 明顯他們的表現比較放 才可以放開懷抱 盡情去爭取入球 爭取更大的勝角 看來事前說 8-2波 9-1波真的沒什麼說錯 以整體實力來計 老實說 柏爾瑪都略回了高 比馬賽 馬賽還要有5名球員停賽 1名主力受傷 只有半隊球上來踢 很難踢 華朗 右腳 看球球又會不會彎出底線 果然是 球證第二次 華朗在右邊用右腳外彎 幫他彎出底線 才出來 所以直接是門球 華朗這球 如果想不出界 應該是側多一點身 側多一點身 向球場那邊 向自己龍門那邊 相信球的彎度 就不會彎得那麼厲害 亦都沒有那麼容易 在空中已經出了底線 邊走邊射 不就試試過來 不打瓦斯這個球 亦都是沒用 射球就是巴魯 慢的看回 剛才的球 射得很厲害 如果寶拉圖 不能打瓦斯這個球 一定會入網 這邊可以看回 巴魯的射門 見到DinoBagio 其實一直拔著他 難怪 射完球之後 DinoBagio 也會接近他 咦 出閥 其實 DinoBagio 應該拉起來 巴魯 巴魯其實是老將 84年歐洲國家杯 已經是代表國家 都要上陣過 決賽2比0贏 就是西班牙好場 他有份 老將 63年出生 第二馬不敢怠慢 排出四人人場 人場 旁邊有兩個準備飆球 佛球特 8 這個都白蘭卡 有沒有機會將攻贖罪 球證說人場 就是排不夠十馬 先警告一下 白蘭卡 如果這段時間追上球 機會都大 還有艾迪森 在這 左腳 幫寶方練球 看見寶方不動 只有兩個可能 一是球漂亮到絕 死角 完全沒辦法 就站著不動 這就是射擊他 懷抱 這球就是沒什麼力地 射擊他懷抱 很輕鬆地接了 艾薩 白蘭道 又給白蘭道 旁邊還有 就是巴勒 巴勒在三年前 因為巴勒姓入耳門 拿過歐洲杯賽冠軍 所以他想成為 第二個法國球員 為第二隊法國球 拿到歐洲三大杯賽 皮尼斯 那麼遠 像一顆射 但這球拉起來 拉得不漂亮 我們明顯看到艾迪森 望望寶方才射 這球是蓄意的 這球 射就是蓄意射 不過距離太遠 也是太邊 即使射中 相信對保方 也很難造成威脅 除非他射得很厲害 很漂亮 林漢堅看回 他又想一個拉波 那麼好 大家耳熟能場 羅佩濤加羅斯 那種拉射 但是射不中目標 他又打左翼衛 羅佩濤加羅斯 又打左翼衛 他又是法國人 羅佩濤加羅斯 又是法國人 巴西人 但他的前途 現在有少少令人懷疑 說完這球 再說 華朗 放在中間 這球中間 幸好我們又看到 杜摩露 就是打了球 杜摩露 算是打得不錯 幾個活力 下出來的球 艾迪森 皮利斯 又想給艾迪森 不後悉這個球 就是打力左 留意一下馬賽的攻勢 裡面 任何球員拿一球 發覺周圍都有兩至三個 拍二馬球員 即是他們的防守非常積極 即是馬賽 要爭取空間 去打反擊就更加難 球正是馬賽後場的加外球 打球的艾迪森 由雷西非體育會 巴西的球會 小球會 來培養出來 在98年1月 加盟馬賽 五彈衛 經過年半的光景 未能爭取到正選 聽聞馬賽所放棄他 所以今天這場球 大好良機 都被他爭取表現 為下屆拖路 馬賽機會 摩壞線 不難度 左扣右扣 看看是否錄到底線 面對著 進入第二球的球員 雲露尼 終於被雲露尼 球都搶了 無華朗右腳 不知想搞炮還是解圍 總之踢出界 上半場打到尾段 馬賽看到很多 撞場1-2 打到 想了很久都不明白 看看 就發覺一件事 其實 帕爾馬 對著馬賽 1-2的時候 如果不在危險的地方 讓他打 除非有把球 可以搶到球 否則球員 寧願 讓他們打到1-2 而自己退回 球的後面 更加拱固自己的防守 反而這個 真的挺上著 有空 做這些反擊 這次 就是我們傳馬利 見到 驚艾沙傳給幾師譜 最後這球球 球正說是馬賽的龍門球 再拍一次 帕爾馬的教練 馬利辛尼 剛才進了球 他很開心 好像整個飛機 在後備直 打圈 挺有趣的 聽聞 如果今年 馬利辛尼 不能獲得歐洲足協杯冠軍 以及 下年參加歐聯的資格 就算帕爾馬 都叫做交到貨 踢得很好 都會被炒油 做這些大會的教練 真是難搞 以前意大利很多球會都試過這樣的情況 草雲大師也是其中的一隊 記得有阿鏈、索夫 拿到歐洲足協杯 以及意大利杯的冠軍 一樣被炒油 庫山後面犯規了 這次凳到艾迪神 整個躺下 但艾迪神沒事 生菇仔 現在 華朗 這球很漂亮 華朗 左腳 這球似乎大力了一點 所以令到20號機 艾薩拉咬盡 這球頂了 有點不太厲害 他已經很好功夫了 這球這麼厲害 這麼高來 要批回比前面的隊友 忍到力頂下來 已經很難了 再分多鐘 上半場都會完結 未計保時階段 今天這場球有6萬1千張的球票 買出去 但其實賽前 歐洲足協說 是容許有接近7萬7千7百名的球員入場 這方面有幾個數字 給我們看 不知誰是真的 但總之這些票 有這麼多就買了這麼多 問題是 國際足協認為有多少球迷入場 才是到達一個安全的標準 現在所有重要比賽 不會讓任何球場 真真正正坐到作為虛值 不會的 紳士尼 這個球就是被對方的球員 撞到少許 喝了頭 不過沒什麼事 借一下借一下香口膠 非常兇容 當然 兩球領事 非常容易踢 紳士尼在1993年11月 已經加盟柏爾瑪 打了很多個位置 今年由略為中場的位置 被新的教練馬利辛尼 拉他下去 打到中堅穩定的後方 做隊長 成為帕爾瑪的後方 明明是很重要的旗子 這台說這台 看見到他 雅根廷國腳 反而在意大利國家隊裡 經常踢正選 終結 拍著尼斯達的賈拿華路 在這場賽事 或者近排 在帕爾瑪的賽事裡面 傾向踢出一個比較左邊的位置 至於前陣世界杯的意大利國的比拿利和 更加沒有正選 所以見到帕爾瑪的紅心和野心很重要 東林 過了一關 帶來中間 給到華朗 再分邊會好 漂亮 左邊果然有人上來了 又一球 幫他雲奧利 給亘華朗 保持已經超過30秒 龐正第奇 就是保持一分鐘左右 不可惜這個球 雙箭頭雙機一起走 但中間有個伊莎 在這裡拿回球 摩瑞士 摩瑞士一拿球 也有兩個招呼 摩瑞士後面擊 擊低杜林 厲害 懂英雄 杜林這個球 就很冷靜很冷靜 因為他見到摩瑞士 都沒什麼機會很準確地拿下球 他首先給他碰球 接著拿球 連球都偷了 最後接著一個犯規 兼完場 上半場就打完了 對很多球迷來說 這是頗為正常的戰果 因為派爾馬爾2比0 現在領先在殘陣應戰的馬賽 五大馬賽失極第一球球